強台瑪莉亞持續向西北溪前進 以平均大約30公里的時速逼近台灣 這也是今年第一個青台的颱風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警報後 台北新北基隆達成共識 10號上午10點宣布 下午4點停止上班上課 提醒民眾下班後趕快回家躲颱風 方車準備的部分 當然就是請民眾不要外出 特別是到山域的部分也不要 河川溪流的部分也盡量都不要出去 那如果家裡有招牌門窗的部分 都盡量把它牢固綁緊這樣 消防局表示 目前西北市各地都有間歇性的鎮雨 民眾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下午開始到晚上 風勢雨勢都會逐漸加大 如有出現任何緊急狀況 可撥打110專線緊急求救 民眾可以打我們市府的專線1999 或甚至110 119 我們這邊都可以幫忙 那我們異銷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啟動災情通報的部分 就是我們異銷遍布在新北市的各區域 他們只要遇到災情的話 他們也會用群組 或用1999的專線 然後跟我們中興這邊做回報這樣 預估颱風影響最劇烈的時間 落在10號深夜到11號上午 隨著颱風接近 不排除出現12級以上強震風 提醒民眾做好防臺準備 並且密切注意最新的預報資訊 中間新聞林立如無量銜板橋報導